注意了 因为台北县将扩大实施垃圾费随贷征收 而在神坑之后 巴黎英哥实定将在5月1号加入 而土城跟永和呢 则是从7月1号开始实施 台北县环保局今天将在英哥举行实施大会 但是现在邻近的乡镇市却相当的紧张 因为他们担心垃圾会偷渡过来 造成垃圾量激增 像是板桥就曾经在台北市推出垃圾费随贷征收政策的时候 垃圾量每天暴增哦 而对此环保局表示会加强稽查 民众如果违规被抓的话 将吃上1200到6000元的罚单